就是无理取闹你知道吗 而且你说他偷钱是侮辱他的人格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呢 凭什么你说他偷了不是你偷了呢 我特别不能忍受的就是诬陷 赤裸裸的诬陷 泼脏水 一盆脏水从头往下浇 视频中被训斥的女人名叫小梦 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导致全场老师都大发雷霆呢 她当时偷了我闺蜜的钱 一直到现在 我什么时候偷你闺蜜钱啊 你明明就是偷了 你就是不承认 一直到现在你还不承认 你看见了吗 你凭什么无辜的这样就怀疑我 经过我整臂的分析就是你偷了 你说当时就是这个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在小梦看来 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 闺蜜的钱只能是男友偷的 因为那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她没有理由用这个事欺骗自己 对此男友小马当即就委屈起来 她自以为和女友交往一年多 感情和信任度已达到了很高的阶段 但却不曾想她竟会无凭无据地指控自己是小偷 面对男友的反驳 小梦依然咬定罪魁祸首就是男友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竟让她如此笃定男友会做这种事呢 当时只有你我我闺蜜 咱们三个人一块在一起吃饭 然后中间我们俩就去洗手间嘛 然后就那个包就在座位上放着 就她一个人在那 你说那钱不是 大天广众之下 我怎么可能动你闺蜜的包 你怎么不可能 当时咱们是一个庄上吃饭的 每次你都这样胡说 不不不 根本就不分场合 不难看出 小梦怀疑男友偷窃并没有实打实的证据 而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指控 小马也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更别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了 但因为面对莫须有的罪名白口莫辩 小马指的一遍遍地重复冤枉 而主持人看到两人七嘴八舌吵得不可开交 也没有描述出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 便主动询问起了这件事情的原委 她是丢了钱还是丢了钱包 丢了什么你说清楚 我闺蜜她就是 她钱包在包里放着 就在那个座位上放着 然后回头我们吃完饭之后 我跟我闺蜜去逛街嘛 她说她要去那个单位 回头我们逛街的时候 我闺蜜就是说 钱包里少钱了 少了五六百块钱 也可能是你们自己逛街的时候丢了呀 为什么就怀疑到我头上 我们逛街的时候 光因为这个事情 你还闹到我们单位去 你让我们单位都怎么看我 那谁让你偷我闺蜜的钱了吗 我哪偷了 你调查清楚了吗 我也感觉特别没面子 原来那天小梦和闺蜜 还有男友一块吃饭 吃饭中途小梦和闺蜜 一起去了洗手间 当时只有男友一个人在查 而饭后小梦和闺蜜要去逛街 男友则因为单位突然有事 便先走一步 可紧接着闺蜜就发现 自己钱包里少钱了 所以小梦直接就把怀疑的对象 放在了男友小马身上 可虽然这件事 小马看起来的确是有嫌疑 但小梦也不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 就直接当众指责他是小偷吧 这可不仅是人格上的侮辱 更是缺乏道德和违反法律的行为 这样的罪名小马可不敢轻易承担 可女友小梦不仅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感受 甚至还因为这个无凭无据的事 闹到了他的单位去 这一下子让同事都用一样的眼光看待小马 那么这件事最后到底是怎样的结果呢 难道小马真的动了女友闺蜜的钱包了吗 这个事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没有什么结果 那钱还是没有找到 那你干嘛跟他在一起啊 你又确凿认为他这个 有这种行为的一个男人 应该就分手啊 他就是自己猜的 你闺蜜会不会记错 我问我闺蜜 我闺蜜人家当时说 人家说就是男人多少多少钱出来的 然后就告我少五 后来他们去逛街 很有可能也是在街上的时候被别人偷了 小马和主持人的话都不无道理 这件事确实存在有太多的疑点 或许是闺蜜出门前记错了钱的数目 亦或者是小梦和闺蜜在逛街的时候被别人偷了 小梦怎么就把脏水都往南有小马的身上泼呢 小马也表示 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违背道德的事 更别说仅仅因为五六百块钱就实施盗窃了 这件事不仅是女友对自己空口无凭的污蔑 更把女友对自己的不信任表现的淋漓尽致 接着便提到了上次女友一位朋友圈误会她的事 有一会儿我就是往朋友圈上转发了一个 从那年的一个主题曲 我就是这么发了一下 她就在下面给我回复我说 你是不是在怀念谁啊 我的朋友在下面 然后就评论那种鄙视我的表情 然后我就感觉当时特别丢人 关键是我根本就没有前女友 他老说他没有前女友 那你说你没有前女友 你转发那个干什么呀 你跟谁从那年去 我就是喜欢那个旋律不行吗 你喜欢旋律 人家都是有过曾经 有过触动内心的人 小马对女友的无理取闹感到非常头大 主要是女友就算在家里和自己闹也就算了 她竟然还在朋友圈公开评论 而女友的评论一下子让爱好八卦的朋友兴奋起来 直接冷嘲热讽小马的私生活不检点 这让小马在朋友面前很没有面子 可女友非但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错 还一口咬定男友就是欺骗了自己 那你说什么跟谁什么红着眼红着脸呢 我那就是看别人都在发呀 别人都在发我也就粘贴上去了 我感觉你肯定就是有曾经内心 就是你暗恋的人或者怎么着 你就是没有对我坦白 我就怀疑他对我不忠诚 小梦的话不禁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在他的眼中 男友在朋友圈转发一首歌就是在怀念前人 那如果按照小梦的这个说法 全世界谈恋爱的人都还不能听这首歌了吗 而小梦的这一套歪理也逗笑了现场的众人 小马不禁也感到非常无奈 难道现在自己就连喜欢一首歌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可在小梦看来男友如果真的没有前女友 根本就不会被那首歌触动内心而转发 这一切不过都是男友在隐瞒前任的存在罢了 听到这里主持人看到两人的爱情观如此的不同 不由的好奇起来两人曾经的恋爱经历 小梦的第一次恋爱就是遭受了对方的背叛 对方正好是因为前女友才和小梦选择分手 这也是为什么小梦这么在意男友小马怀念从前的原因 经历过一次印象深刻的背叛 她肯定会对此心存戒备 可是话又说回来 小梦只谈过两次恋爱 而且第二段并没有经受另一半的伤害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她这么不信任伴侣的呢 小梦的话音刚落 就连主持人都惊掉了下巴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年轻的25岁姑娘 已经相亲过50多次了 那小梦又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于相亲呢 因为我今年是25岁 年龄虽然说不算大 但是对于我们老家来说 我都是老姑娘的 就是每次我有家里有表妹什么的朋友嘛 人家都已经结婚生孩子 孩子都已经满地跑的那种了 一打电话父母就催我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你有对象了吗 你怎么着 你回家不呀 弄得我也特别烦 我不是说就是说不想结婚 我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 就是一直没有 据小梦所说 因为她从小生活在偏远农村 而那里的习俗就是女生要尽早的结婚生子 所以虽然她现在年龄还不大 但是心里一直比较着急 父母也一直催着她赶快成家 所以她一有空就会去相亲 可小梦的话不禁让人感到更加疑惑 相亲的是和她不信任伴侣的性格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她和男友小马也是在相亲市场上遇到的吗 因为我当时也遇到了就是特别多感觉特别不靠谱的人 有的人我一见我就感觉贼美疏远的 那她应该算 我感觉她特别的实在敦厚那种 让我就是有安全感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 就是有一次我同事出差 他把东西放我这说 那个他来去嘛 给我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去拿 然后当时我也有点事情 然后我就去那边 没想到她还在那等我 然后感觉到挺不好意思的 然后我们就吃一顿饭 吃顿饭我们就开始聊 吃饭的时候我感觉她还挺好的 感觉这个人特别的就是敦厚啊实在 原来小梦的相亲之路并不顺利 在很多时候她都遇人不输 而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遇到了现在的男友小马 男友给了小梦一种老实本分的感觉 之后两人便慢慢的在一起了 可是小梦的话却显得前后矛盾 既然她觉得男友是一个敦厚实在的人 又为什么会一口咬定男友 就是偷了闺蜜的钱呢 因为我们之前相处的一直挺好的嘛 然后之后就是时不时的 好几天有的时候 她都不跟我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都没有联系 我就怀疑她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 后来我敢跟你打妈 一打电话就吵架 我现在不敢说话 不知道你一句话说出了 她就一直跟我吵 小马坦言 就是女友的敏感多疑 把她推得越来越远 也为自己的工作稍微忙一点 女友就会怀疑她在外边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动不动就用电话狂轰乱炸自己 所以她才会逐渐减少和女友通话的次数 而女友不分青红皂白 就污蔑她偷钱的事 更是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说到这里不禁让人好奇起来 既然小梦这么确定 就是男友偷的钱 那为什么还迟迟不选择和她分手呢 我就是感觉我们特别不容易 尤其是我经历了这么多 最后终于找到这样一个 我认为比较合适的 就是之后越来越感觉是不太好 但是一直舍不得感觉好不容易碰到这样一个人 我就是想改变她 小梦的话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既然她认为男友是个老实敦厚的人 又为什么会觉得男友是个手脚不干净的贼呢 还声称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男友 而小马听到女友的话之后 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了 反正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那么嘉宾老师们又会怎么帮助他们两个呢 你现在男朋友身上种种的所谓可疑的现象 都跟你五十多次相亲 包括那两个恋情有的直接的关系 你甚至因为你被人骗过钱 你就会觉得 我闺蜜的钱不见了 那一定是你拿的 但是呢 刚才赵川问的很到位 就是你既然觉得她是骗子 为什么不离开 我特别在纠结 我其实特别喜欢她 姑娘 其实我觉得问题都在于你 在于你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挫折时 自我修复的能力 是比较差的 对 我比较脆弱 而且是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怀疑周围所有的事情 即使对你的男朋友 我相信你也不会敞开所有的 自己的内心 因为你怕受到伤害 因为你怕上当 自己应该最信任的 除了父母 其实就是自己的男朋友 而建立这个信任 是两个人谈感情的最重要的基础 你没有信任 一开始就没有信任 所以才会有现在 试着让自己相信别人 你只有给他信任 才能换回他对你的信任 正如曲老师所说 小梦在多次的相亲经历中 受到了很多伤害 从而导致了 他开始不敢轻易相信身边的人 但这并不能成为 他肆意重伤男友的理由 只有小梦真正试图打开内心 尽量尝试信任他人 才会获得同等的信任和尊重 而一旁的吴老师 则为小马打抱不平 我刚刚听这个女嘉宾说的 我其实挺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无理取闹 你知道吗 而且你说他偷钱 是侮辱他的人格 凭什么说是他偷的 你看到了吗 这是一种侮辱 我知道你敏感多疑 是因为你前男友劈腿 但是你不能把你这个心理阴影 带到你以后的你一段情感中 这样子你要再相亲五十次都不用 常听着说 人无信则不利 更何况不光是为人处事 在一段感情中 最基础的也是两人彼此的信任 既然小梦丝毫不相信男友的为人 又干嘛要和他在一起呢 也难怪嘉宾老师会这么生气了 这是马丁老师却突然另提袭警 替小梦审问起了男友小马 为什么要偷钱 你怎么证明你没偷 你怎么证明你没拿那五六百块钱 请问 我没拿就是没拿 你怎么证明 我就怀疑你拿了 我不需要证明 你需要证明 因为我怀疑你就是你拿的 我没有拿 如果你拿了怎么办 你敢赌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 可是我不相信 类似这样的对话出现过吧 出现过 出现过吧 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感觉你在逼他 你不喜欢我这么逼他是吗 是的 你不能接受这种逼迫和侮辱对吗 为什么你自己曾经这样做过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呢 不得不说 马丁老师的这一招真是高明 轻而易举的就能让小梦明白了自己的不对 既然他不能忍受这么严厉的逼迫 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深爱他的男友呢 希望小梦能早日明白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而一直沉默的图雷老师 也发表了自己观点 我告诉你钱不是他偷的 是你偷的 只有三个人 不是灰蜜刷了王就是你偷的 一定是你 你告诉我你拿什么证明 你没偷 凭什么你说他偷了不是你偷了呢 我特别不能忍受的就是诬陷 赤裸裸的诬陷 泼脏水 还把人家单位上去 一盆脏水从头往下浇 你什么感受 你告诉我你内心什么感受 我感觉很委屈 很委屈吧 活该让你委屈 他是你的爱人 你居然在这个舞台上 说起过往的一段 你不完全确定的往事的时候 你依然信誓旦旦 确认早早的说 他因为他曾经偷过 我闺蜜的六百块钱 到今天你还是以这样的口气去说 你有什么资格 在图雷老师的严厉斥责下 小孟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相信他此时真正明白了 男友被自己所诬陷时内心的真实感受 而图老师严格的话 也给他上了一课 告诫小孟今后不要再动不动就无凭无据的冤枉他人 那么在听完各位老师的话之后 小孟究竟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呢 小马又是否会对女友的诽谤表示谅解呢 现在我对自己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不是今天来到舞台上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我以前那种欣慰 能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我一直以为是没什么 就是总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怀疑你们老感觉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就是走到最后 故事的最后 小马头也不回地选择了离开 而台下的观众看到他的决定 也响起了阵阵掌声 看来很多人都对小孟的污蔑感到气烦 而男友的离开和老师的话 也给了小孟一个教训 希望他可以早日改掉坏习惯 尽快学会发自内心的信任他人 也祝愿小马可以早日找到真心爱他的另一半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屏幕前的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